大年採除後 將會改建成一棟旅館 加兩棟豪宅 其中在住宅的部分 雖然還沒有正式開賣 實價登陸卻已經揭露 有實戶成交 最高每平達到218萬元 寫下中山區的新高價 另外包括新義房價指數 和國泰房地產指數的 最新報告都顯示 國內房市呈現量縮價穩 換言之房價打不下來 也不免讓外界質疑 政府的打房 為何不見成效 韓國祭出20幾輪的打房措施 我們抄了其中幾輪 可是沒有效的 我們通通都抄了 包含像房地合一稅 囤房稅 都是韓國已經實施多年 而且證明無效的 簡單歸納國內打房五招 包括蓋社會住宅 提高供給 央行緊縮貸款條件 房地合一稅增加轉手成本 囤房稅提高持有成本 禁止紅單轉售 則拿投機客開刀 但前四項 韓國早在2018年前 總統文在寅時代就實施過 房價卻不跌反漲 直到近一年 韓國接連升息 房貸利率高點 達5.64% 房價才一度走跌 歐美大部分的國家 在十幾二十年前 確實曾經有一度 很盛行這個縱稅打房 可是歐美 現在已經轉向了 轉向 比如說轉向多元供給 因為他們發現 主要的原因 房價上漲的一個主要原因 還是在供應量不足 歐美國家轉變作法 美國加州全民夢想計畫 提供年收入 低於中位數以下的首購家庭 成交總價20%的補貼 持有房屋期間 不用還本金和利息 賣房時才需要還錢和分享利潤 荷蘭祭出購買保障政策 在阿姆斯丹 路特丹等大城 要求期限內不得出租 或未經許可不得出租 避免包租工 以防養房 英國有首購計畫 符合資格的家庭 能以5到7折價格購屋 轉手時則有限制 或共享產權 買家和政府成立的 屋主協會合作 最低只要買10%的產權 剩下付房租 半買半租的方式 降低購屋門檻 我的這個ownership 它其實不太像是 過去買了之後 你就是賺了 然後是個人獨享 它其實有點是share的概念 解決年輕人可以買房的 這問題主要是因為 他買房子的那個價錢 就不是用100%的 產權的那個價格在買 教授也說 全球各大城都有高房價問題 把房價打到骨折 卻不是政府和一般 自住客所樂見 透過多元補貼 讓大家都有房子住 是另一種思考模式 TVB 兄 謝謝西張宇綺 太保道